我講的一件事給你聽 很多人反對建制派 就走去泛民那邊 泛民那邊人就洶湧一些 喜歡多說一些話 行動激烈一些 其實什麼叫建制派呢 建制派就是穩定 一個穩定 民主派呢 就想是民主 當然建制那邊 也都應該很多是改向民主派那邊 他就尋求穩定先 然後做改進 民主派呢 就希望一步登天 快點民主 那你拿個 就是停放這麼說 很多人說我們移民去台灣 你都去過台灣了 是吧 台灣今天一個大學生出來畢業 拿五六千元人工 香港起碼一萬多元 台灣給美國做民主 一人一票 搞了二十年 兩個政黨上來走來走去 那個姓蔡的女總統 上來的民望最高 現在跌到不知道 多少十幾二十幾的 怎麼可能呢 但是就是台灣的情況 和民主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大家要走去民主 一個是穩健派 保持穩健 由建制派由那裏改進 你看看非洲那裏那裏 那時搞顏色革命 敘利亞 整個中東散了 死了多少人 打過幾次 無家可歸 無家可歸 你可以看到 如果民主 是走向激進的方策法 你就家破人亡 就死傷無數 我來看再也走噢